接下来将要上场表现他自己这套刀法的是解放军选手戴旭律 大家都知道解放军的选手他是由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一些选手来参加比赛的 同时解放军选手也是采取了双齐分治 拋刀 跌铺滚翻 接刀 从上面出厂的选手来看到现在还没有掉器械的现象出现 因为器械一掉就会被扣掉了0.3分 因为扣的很多 如果器械一掉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于前六名都根本没有缘什么的 好 戴旭律完成了他的一套刀法 我们从曼丁来看 他做难度动作的时候动作还是很漂亮 给运动员打分是分三组 那么动作质量很5分 满分 演练水平是3分 满分 那么动作难度是2分 满分 要根据他的表现要进行相应的5分 戴旭律只得了9.5分 戴旭律只得到了9.52分